好好的 老师好 我也到时候 各位师姐师聪 我呢 学了长生学之后呢 有两个明显的变化 第一我以前呢就习惯夜猫子 不到十二点睡不着觉的 那来了长生学第一天之后 那天回去 回家大概是六点钟左右 就觉得很想睡觉 马上就躺在长生睡觉了 睡了三个多小时之后 肚子饿了醒起来 吃完东西心里面就很担心 就觉得已经睡了三个多小时 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不能睡了 要看天亮了 结果吃完东西之后 想在长生 想不到要呼呼着睡 而且也一觉睡到天亮 那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 十多年十多二十年来啊 还是第一次从来没想过 就算是吃了安眠药也没有这样的效果 第二个奇迹呢 就是我的手啊 那个我的手指啊 在台湾旅行的时候睡了一觉 睡了一觉之后呢 这个手指呢 就不能够弯曲到那个手掌了 就是最多都是很吃力就是弯的这样的程度 而且呢 而且呢 当时呢 心里面就很焦急啊 去看过很多医生 在台湾呢 看到一个那个跌打医生呢 他说是他有气功的 他要帮我啊 那个发气功 要帮我按摩啊 要用他说什么那个秘方的药膏 帮我那个敷啊 结果呢 还是不能解决 后来呢 那个回到那个 去完那个 台湾呢 回到那个 广州呢 在广州要碰到一个 他自己说是那个 叫林济的那个气功师 那他就帮我调啊 他帮我那个发功 当时他发的功呢 也把我伤了一跳 因为他的手 对着我这里呢 对着我那个患处呢 他一发功的时候呢 他的手指啊 有一些蓝色的电光啊 散在我的那个 那个手上 跟着呢 我的手啊 就出了 很多血那个喷出来 他说 他这个不很厉害的 那个血一喷完出来呢 之后就会好的了 结果呢 去找他弄了几次 还是不解决 他弄的时候呢 好像可以弯近一点 但是呢 回到这样又不行了 那结果呢 我一直都觉得 可能就 就是这样啊 不能够再弯到底了 结果呢 来了那个财神学学习的时候 这个有多久呢 有几年了 几个月了 应该两年了 有两年了 结果呢 来了学强生学的时候 在听课的时候 听到老师说好像这样 当时老师好像是说了什么 什么煎烧盐 那我就坐在座位上 一边听试试看 试试看着自己 握着自己的手 试试看 结果呢 握了一会 还没上喝 发现那个手已经能够 能够到底了 而且呢 不单只到底 而且是有力的 有力气的 所以呢 那我那个觉得很很奇迹啊 经过那么 别打医生 什么去公司 要敷补自己 要敷补很多药 结果都不行 所以呢 真是非常感谢那个 那个魏老师啊 能够创作这么好的 那个健身的好办法 谢谢大家